这绝对是你见过最嚣张的世界拳王 在擂台上被泰森暴揍后 竟当众朝他吐口水挑衅 结果被打得都找不着北了 在1986年 20岁的泰森与世界拳王博比克在擂台上相遇 并以绝对的实力碾压终结了博比克 从而开始了泰森的超神之路 博比克 拳坛著名重炮手之一 在遇到泰森前 KO过不少顶尖拳手 拥有加拿大 英联邦和全美三项重量级冠军头衔 后又击败了拳王托马斯夺得 WBC世界重量级冠军 在接受泰森挑战后 博比克并没把他放在心上 还在赛前嘲讽他只是个黄毛小子 击败过的对手大多都不知名 结果却没想到一个20岁的小伙能如此恐怖 在第一回合临近尾声时 泰森以重拳打了博比克一个量抢 整个人犹如炮弹一样向后退去 直到围绳边才堪堪稳住身形 但从画面中可以看到 这击重拳显然对博比克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面对接下来的进攻 有时战都站不稳了 多亏结束铃声响起 才让博比克有了喘息的机会 此时他的团队都吓坏了 没想到20岁的泰森 竟然恐怖到如此地步 中文2的WBC Heavyweight Championship 准备不做任何事 not be too long before he wears that belt Wilde on the break in middle lane warns Trevor about it Trevor trying to do all he can but what he's not doing is holding off Mike with a lap and you see the light left hooked by Mike in the right hand Mike knows he can hurt him he had him down once in this round wants to drop him again in a hurry usually what Tyson does is take that little dip come with the uppercut and really bang to the body underneath the heart or crush the right side of the ribcage 优优独播剧场—— 到第二回合时 伯比克已经完全不在状态了 整个人犹如空壳一般 面对泰森如雨点般的重拳 他就像喝醉了酒一样 倒地之后爬起来又摔倒在地 摇摇晃晃的连北都找不着了 最终裁判宣布泰森KO对手获胜 成为历史上最年轻的世界重量级冠军 再后泰森激动地说道 我要把这场比赛献给恩师打马托 相信他也在天堂看着我